最近榮生做爸爸的台灣演員楊宥寧 由於長期關注環保和動物相關的議題 最近會要擔任地球大使 這天宥寧出席公開活動時 除了和大家分享愛護地球的小方法 他還大談育兒經 更將女兒比喻成一種動物 我女兒現在蠻像 蠻像貓的 就是她很可愛又會撒嬌 可是她很有態度 就是她常常會有出現一些Angry Bird的表情 那傻嬌你應該整個融化的嗎 就是融化 一定會的 爸爸看到女兒一定都會融化的 蠻常看你在社群上有塞一些女的照片 那單手那個照片太帥了吧 對 因為我算是蠻會爆的 你有沒有跟好友 像張孝全啊 詞金啊 有啊 以前跟張孝全聊天都聊一些比較 比較那個好玩的嘛 比如說聊一些衝浪的東西啊 聊腳踏車啊 聊車子什麼的 現在我們的對話內容蠻常會有那種 會出現那種 我跟你講哪一本書還不錯 你可以看一下 這本書裡面講的就是可以學習 對 育兒 育兒的那種書這樣 那傻瓜想說要第二台嗎 還是先讓太太休息一下啦 對 然後等她準備好吧 最近佑寧忙著拍攝 這集有份主演兼擔任監製的新劇 劇集更邀請許志安參演 在活動上佑寧也有和大家透露安仔的角色 這個可以講嗎 香港歌手 我覺得 我覺得是一個有趣的角色啦 是一個有趣的角色 但是因為可能在 在整個 整個心路歷程成長上面 需要一點挑戰 是需要一點挑戰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可以找那個 許志安來擔任這個角色 已經開拍了嗎 已經開拍了 已經開拍了 所以她的戲份是後面才會拍的 對 因為我們的戲是 還是有點類似 每一集會有不同的嘉賓 對 其實現在還沒拍到她的那一集 而當記者提到 佑寧的前女友郭彩傑 早前被傳媒拍到有新戀情 她也有大方送上祝福 祝福啊 祝福啊 你有跟他 喔 沒有耶 對